喜欢吃乔麦面的 京都这家手工做的面可不要错过 吃了那么些天的拉面 今天咱们换口味 试一下我媳妇特别喜欢的乔麦面 这一家很早就计划要来的 每次在她和拉面店之间选择都去的拉面店 今天终于来了 她的环境和服务都非常好 很多心思都可以从一些小细节上看到 其实细节做好了很难没有好感 这种手写菜单真的不容易看 但是会增加一些高级感 也能让人放慢生活节奏 花点时间越多菜单 乔麦面和拉面的节奏是不一样的 拉面更适合奔波忙碌的时候 特别劳烈的一天 一碗热面条快速获取幸福感 而乔麦面则是放松休闲的时候 一小口一小口去品尝生活的临近 所以我喜欢刺激且重口的拉面 但是乔麦面就可以味道单一 而且纯粹一点 面条上来之前先上的是天妇罗 天妇罗我吃了不多 所以好吃的和特别好吃的我分别不出来 但是好吃的和一般好吃的我还是知道的 他们家我觉得肯定是属于好吃的那一类 我们点的都是凉的乔麦面 我洗的这个鸭肉蘸汁是热的 我这个是蘸的酱油 辣根 萝卜泥 我要了一个偏辣的萝卜泥 你看这个装蘸汁的小杯子就知道了 就是需要你一口一口慢慢吃 然后再根据喜好加上萝卜泥 辣根 鱼干 味道很纯粹 但是组合其实还是蛮多的 也有人喜欢什么都不放 先吃下这个原味的 我还是喜欢从萝卜泥开始 第一口其实带点萝卜的微苦 我选的这个还是偏刺激的 但第一口接着过了之后 就是萝卜的清香了 放了辣根 味道会刺激很多 然后是煎鱼干 在口感和回味上有影响 真的就是在小火小火品慢慢回味 我媳妇的这个热的鸭肉蘸汁也非常无粗 汤很香 带来微甜 不好 可能墙面面吃的不太多的朋友 点她这个汤会更合适一些 最后店员还会端上煮面的汤 真的是原汤化原神 一点都不浪费 倒点沾面汁搅和搅和 嗯 不能说很好喝 味道很新奇 可以试一下 其实我们都点了大份的 但是头一次我媳妇吃比我快 而且不够吃 给她分了一半还没吃饱 他们家家面会比一般店贵 因为都是手工做的面 喜欢吃草莓面的一定不要错过